煮好的鸡蛋挂面 大家好,我是南宁许哥 很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日常生活 希望我的视频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 首先准备一粒大蒜 只要切小块一点 然后拍一下 用这样子拍 它那个蒜米的碎片就不会到处飞 这样子拍 对吧 然后就不会到处飞 然后的话呢 剁一下 把它剁涌一点 好了,放在旁边 备用 准备几片玻璃生菜的菜叶子 把切成一小块状 备用 还有鸡蛋一个 好了,我们开始点火 把锅烧热 淋入花生油 热锅热锅以后 放入蒜米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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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辣椒酱 我这个是香辣椒酱 又香又辣又麻 继续地炒香 加入清水 香辣椒酱的油面浮起来 是非常好看的 因为它有红油 所以说它的外观是挺漂亮的 等水烧开 好了,水烧开了 下一步我们放入鸡蛋 煮鸡蛋的时候 我们要煮的是 荷包蛋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要把火关掉 才能够煮的好 好看的荷包蛋 把火关掉 打入鸡蛋 轻轻地放入 好了 盖上锅盖 让它焖 两分钟 这样子的话呢 那个荷包蛋的话呢 就基本上能够整支 它的蛋白 可以包裹住蛋黄 就成为一个 非常好看的荷包蛋 我们 盖上锅盖 焖两分钟 耐心等待两分钟 好了 两分钟到了 我们打开锅盖 看一下效果 看 一个荷包蛋 一个荷包蛋 很完整的一个荷包蛋 就不会像有些人 煮着荷包蛋会散掉 对吧 这个方法 好 然后我们轻轻地 铲一下 这个蛋的底部 让它脱离出来 看一个很漂亮的荷包蛋就形成了 炸火 炸火 慢慢地加热 让它完全的蛋白 让它的蛋白完全的凝固 好了 我们准备好挂面 我今天煮的是陈克林的一个挂面 这个挂面的话呢 它比较细 比较细软 还是非常可口的 我们家经常 就是吃这个 陈克林的这个挂面 小孩子也很喜欢吃 鸡蛋挂面 好了 我们把挂面 放入 根据自己的食量 来 放要多少的面 按照说明书 这个挂面的话呢 水开了以后 三分钟 就可以食用了 但是的话呢 根据个人口感的话呢 想吃 硬一点 还是 烂一点 这是 个人的喜好选择 我的话呢 是比较适中的 我一般的话 我是 煮到四分钟 这个时间 好的 等待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 经常 捞一下 拌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它不容易粘锅 有的时候 它会容易粘底 搅动一下 让面条受热均匀 看 我们的荷包蛋 非常的成功 用这种方法 小孩子 吃这个荷包蛋 你让他看见这个荷包蛋 煮得这么漂亮 它的食欲也会大增 所以说的话呢 在煮面的过程中 这个荷包蛋 也是一个技巧 好了 四分钟左右 到了 放入刚才切好的 生菜条 加入生菜的话呢 是为了我们 吃面的时候 口感能够清新一些 还有在颜色上面的话呢 也有一种 绿色的感觉 一种很漂亮的一种绿色 好了 我们的鸡蛋挂面 就大功告成了 盛入汤盆 荷包蛋 是不是很成功的一个 鸡蛋挂面 我们的鸡蛋挂面 可以近距离的欣赏一下 非常漂亮的荷包蛋 红绿相间 面条也没煮糊 所以说很漂亮 是非常合格的一道 鸡蛋挂面 荷包蛋挂面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很完美的一个荷包蛋 现在又到我们品尝美食的环节了 这是煮好的鸡蛋挂面 加了几个盐水 鸡肾 下一次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做盐水 鸡肾 鸡肾对小孩子 非常的有好处 经常吃的话呢 会减少叶尿啊 这一块 这个在中医上面来说是有道理的 盐水 鸡肾 看我们的荷包蛋非常成功 咬一口 我来试一下面 面的效果 不烂 不硬 非常适合 好吃 然后 我们可以吃一点青菜 这个生菜 拿来煮汤 煮汤面 煮锅面挂面 非常的绝配 大家可以 在煮面的时候 加一点绿色的青菜 进去 不只是生菜 其他的都可以 只要是绿色的叶子 都是 非常美味的 也非常可口 今天就展示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